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佛家的教学 最重要的是要教人认识自信 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 就是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 换一句话说 真正的自己 这一桩事情认识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这个人就叫做佛 他就成佛了 他就证过了 证 证明这个事实真相 这一桩事情 对凡夫来说 确实有相当的难度 难度的行程 是无量皆来的迷惑 深深深事实 累积的错诱 没有办法了 一下把它舍掉 所以佛祖虽然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我们听了也会点头 也觉得不错 可是在境界里面 依旧转不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 不能够明心见心 不能够这一生成就 关键的所在 因此在教学当中 结形 决定是病重的 清凉大师说得好 有解无形 正障邪见 有形无解 正障无明 这个都是修学过来人的真心话 我们现在修学 问题也就是处在这个地方 许多人很用功修行 对于教理不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依然是迷惑颠倒 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 戒也吃得很好 也能够修定 定的功夫也不错 可是是非人物 贪嗔吃慢 依旧没有放下了 所以 还是有很大的障碍 清净平等觉 还是得不到 另外一类的人 在教理上很认真下功夫去研究 也是相当通达明了了 也能够讲得天花乱坠 烦恼吸气还是断不掉 问题在哪里 这是偏在一边 修行要用忠 所以佛家讲忠道 忠是什么呢 忠是不偏在任何一边 既行相应 这就是忠道了 借帮助行 行帮助解 古人比喻像鸟有两个翅膀 它才能飞 车有两个轮 这个车才能走啊 一个人 一个翅膀 飞不动啊 这个道理很明显 解是什么呢 我们讲点看破 看破就是明了 行是什么呢 行是放下 所以诸位也一定要明了 所以诸位也一定要明了 我们讲这个这个这个 持戒也好 持戒是行门 参禅是行门 念佛是行门 做的是不错了 可是烦恼心情没放下 这种行门是表面的 也能对一点好处 三界游漏的佛报 什么叫游漏呢 因为你烦恼没断 烦恼是漏 你修行功夫里头还架杂着烦恼 所以就把它变成福报了 古无来的这些祖司大德们 教人做种实质 实质是 外表如法 内心清净 万元放下一尘不染 这个功夫 要解得透彻 才能做到 因此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戒里头有行 戒跟行是一状事情 不是两状事情 我们现在就麻烦 把戒分做两状事情 戒里头没有行 行里头没有戒 世尊教学是 戒中有行 行中有戒 行中有戒就是 像慧能所讲的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那是行中有戒 常生智慧 戒中有戒是怎么会死心 随稳如惯 随稳如惯 那些种有戒 随着经典 自己的思想观念就改变了 随我们读经 就经上不识 释迦摩尼佛的思想见解 我们都随度随便 心里产生变化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 随文如惯 这种方法 就是律行中道 中 是因 我们要行中 要效法 祝佛菩萨的用中 他们都会用中 中是真心的 用真心的 一丝毫都没有偏邪 随得的果 是火 我们今天讲六合金 天天提倡六合金 为什么大家不火 六合金挂在口上而做不到 不知道用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中 自然就合了 第一个 间接合了 这个是活目相处 最基本的一个因素 想法看法都一样了 那还有什么不好解决问题的 接合同修 当然大家受罚了 神同柱 口无针 亦同月 利同月 轻而易举 都做到了 最难的是 是思想至今 一个人一个想法 一个人一个看法 这个事情麻烦 所以后面呢 五种活不起来的 用中 思想就纯真 六合就可以落实 用中是因 六合是果 六合又是因 入了六合的境界了 大家心都平静了 大家心都平静了 活平了 人人平等了 法法平等了 无有高下 不活就决定不平等 那 活目才产生平等 平又是因 国是什么呢 难的 平安的 你要想得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你不平 你怎么能得安定 法法平等 法界就安定 你看 这不是因果循环的关系 法法平等之后 这又是个因 后面又产生一个效果 路 这是真正的路 佛家教人 教学目标是利苦得乐 所以 要真正教一切众生得乐 前面这四个字 一个字都不能漏啊 要中 要和 要平 要安 才有真路 前面四个字没有 现在讲想乐 那个乐是什么 那个乐是吸毒啊 是打马飞 是刺激 那哪里是真路 我们今天看社会 很多游乐场所 年轻人到那里 那是想乐啊 那是麻醉 是吸毒啊 精神的麻醉 精神的吸毒 那是找刺激 那哪里是真路啊 真路是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所以 那个真正第一个因素 就是你要懂得用忠 什么是忠呢 公就是忠 思就是偏邪了 忠语 忠语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这是忠啊 严于造作 为社会 为人民 为众生 用忠啊 文言经上 阿南尊哲开悟之后 他说 将此身心奉尘差了 用忠 什么叫 将此身心奉尘差 尘差 尘差就是法界一切容神啊 奉就是奉寺啊 用现在话佛物啊 把我的身 我的身 口说法 身做榜样 这个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 心是什么呢 心里面所思的 心里面所想的 无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是将此身心奉尘差了 实则明为报复恩 为什么这样做法呢 佛的教会完全明白了 真正知道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是一个整体 就是自己的清净发生 阿南尊哲这两句话 注意仔细看看 那就是真的发生了 不正发生 这个话说不出来啊 这种念头行为 不可能发生 唯有真的发生的人 他有这种思想 他有这种行为 他能够这么做 为发解一些众生 献身心来服务 不是佛陀鼓励他的 不是佛陀鼓励他的 不是别人劝道他的 自动发心的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 教学的成就 佛陀教育的成就 佛陀教育的成就 就是自动自发 学集为人 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 诸位想想看 世出世间 还有什么教育 能跟这个相比 昨天晚上 我们在四十花园里面 这个几天跟大家介绍 《行愿评》里面 不同的族群 有二十类 二十类 这是大数六举 每一类里头 无量无边 我们在二十类里面 为什么 佛陀特别念出来 过往是一类 佛母是一类 太子妃是一类 这个意思好深啊 社会上 过行过业太多了 他为什么不举其他的 他举出这几种 这个几种 对世道人心 有决定性的影响 世道的兴衰 众生的苦乐 与这个三类人 有密切关系 印光大师 这一部文抄自尸之中 可以说 偏偏都受到这个问题 军领导人 各个团体的领导人 各个阶层的领导人 用过往来代表我 在一家 那个过往就是家长 在学校 在学校 那个过往就是校长 在一个公司 那个过往就是董事长 每一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 用这个来表发过去 过往称天子 今天小团体里面的领导人 也是天子的身份 天子是对领导人最尊敬的称呼 不是公尼人 这个称呼 是提醒他 要替天行道 你是天之子 你要替天行道 你要存天心 你要行天道 天心是什么呢 中国古书里常讲 天心无私 你有私心 那是凡夫 那不是天神 中国人对于神 是有个定义的 大公无私 这是神 所以神是 公平正直 一个人一生 公平正直 死后就做神了 那么也有说 聪明正直 这个人做神 聪明是智慧 存天心 就是存无私之心 我们前面讲的 存忠孝之心 这是天心 心天道 天道是什么 人命奈亡 以仁慈对待一切人命 以爱心对待一切万物 换一句话说 他能把忠孝落实 这是行天道 这个人称天子 他的心跟天神跟上帝一样 他的行为也跟天地上帝一样 在乘天子 群众的领导人 落实在四项上 那就是 他也懂得用忠 用何 用平等 用安落 用安 真正的得落 社会安全 人命 乐利 这是军道 是领导人 社会领导地位的人 他所行的大道 这是说明 中道 这个忠孝两个字 在军道里头如何落实 领导人呢 应该怎样 行中行孝 敬中敬孝 敬中敬孝 我们要声明这个道理 出家人 出家人 虽然 不是居于领导的地位 但是 我们职责是教学 我们没有领导社会群众 我们没有领导社会群众 我们要教导社会群众 我们要帮助一切大众 明了这个道理 所以 过人 在过人自己本分上 尽中尽孝 行中尽孝 行中尽孝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身份 就是从事于社会教学 而且是个义务 义务是不求报酬 我们深入社会 去劝话 去教导 没有行事 所以祝我们细细的思维观察 世尊当年在世 并没有建学校 也没有教师 但是 释迦牟尼佛上课在哪里 草原 旷野 找个石头上做到 学生们围在一圈 这个教学法了 学生们明白了 觉悟了 各个人到些村庄里面教化众生 你说这个多自在 完全是回归大自然 这是真正的人生 建个房子 把自己关起来在里面 嗯 不是味道啊 房子建得再好 金碧辉煌 总而言之 像建老鱼一样 想像佛那种生活 啊 与大自然集合在一起 啊 生活在一起 你说 那个心胸多么开朗 多么舒适 啊 一丝毫的居宿都没有 我们要多想想 应当要学习 这种生活 这种生活 叫人贪嗔痴慢 生不起来啊 啊 建筑这些宫殿 道场 贪嗔痴慢 就生起来了 释迦摩尼佛当年 他为什么不建个道场 为什么不建方式 把一切众生 贪嗔痴慢 那个语言断掉了 这个主义好啊 方法好啊 我们要觉悟 要明了啊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做法是错误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